99分 那剩下一分呢就是所有的朋友們 你只要從口袋套出一點點錢買一張票 來支持一下你們齊哥就可以了 一張票 一事情敬到你們 謝謝 謝謝 來大女孩 也給我們一句話推薦《落桃吧愛情》 《落桃吧愛情》這部純愛電影 如果你期待愛情 一定要來看這部《落桃吧愛情》 太會獎了 好 再來還有一位 來 安安也來一下好了 安安 安安 來 加油 加油 把你所有會的中文都講出來 加油 加油 慢慢來 不急 這部電影很好看 要難看 耶 好濃喔 好濃喔 跟電影裡面一樣 來 綠茶 要看好看的電影就要看《落桃吧愛情》 謝謝 來 國藝 我們就參與到這部電影我非常幸運 所以大家也要一起來看也可以一起幸運好不好 是啦 彩花姐 這個《落桃吧愛情》裡面有兩個點 第一個點就是我跟蘇吉講的《立宗》 對 然後再來就是我跟小琪哥有約定 有約定喔 到底是什麼約定呢 明天一定要上訂閱看話 好 接下來馬唸欣 馬唸欣你竟然站在正中間 你用前途勘喻啊 你沒有讓導演站在正中間 對啊 你卡丟了 是一個斜坡的概念 好 馬唸欣可見一下 只要有眼睛的人都要來看這部電影 不然就瞎了 哇 很少被這樣恐嚇 我好害怕喔 來 羅導 羅導 好 我跟小琪哥所有的劇組委員 非常非常用心地拍了這部電影 那也謝謝大家的支持 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幫我們宣傳 謝謝 謝謝 小琪哥 謝謝我們很認真很誠懇地拍了這部作品 希望能夠形象我們的美景 我們的人情味 我們這邊可愛的土地的人們 所以我們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我們如果票房很好 大家會有很多人關注我們這部電影 讓我們的所有的美好能夠行銷出去 對 讓更多人看到澎湖 謝謝 好 在電影當中呢 有一個橋段 我想求證一下 有一個心生相義的一個 像是一個池子對不對 心情時故 那是真的 真的在澎湖的地方對不對 在七美 是 非常美 那在這裡呢 有一個傳說 請小琪哥自己說說 那是我編的耶 沒關係 你編了以後你說得算 對不對 這會成為一個景點耶 好揪心的案件 就是原來漁民為了抓魚 堆疊出來的那個石戶 剛好它兩個堆疊的方法 像兩顆心一樣 它的開口處向著潮水 漲潮的時候 就把魚帶到那個石戶中間 退潮之後 魚就被困住 就像是你的愛情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在裡面抓魚 然後呢 因為太美麗跟浪漫的 所以很多情侶在這邊 都會許下一些心願 那我們就編了一個故事 因為澎湖還有一個特產 還是硬張 我們就想說 設計女主角 剪了一顆椭圓形的石頭 然後呢 許下心願 只要你能夠丟到那個心裡面 你就會看到你這輩子的真愛 出現在眼前 然後舒淇不相信 她說 說謊會招雷拼 如果 後來因為劇情的發展 我們有點感覺了 她真的去那裡丟石頭 哇 你要不要把劇情全講完 差不多 差不多就可以了 就是丟進去會看到真命天子 到底有沒有丟 就不要講了嘛 然後那顆石頭 我們就把它 切開來 切開來 對 你又把它留下來當硬張 那我們把它斜切 然後把它一轉 就變成一顆心了 希望大家就能夠真正的 面對你的愛情 謝謝 沒事沒事 導演第一次當導演 太會宣傳了 謝謝